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铺轨已经完成 那它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顺利 这条高铁的名字叫做正副高铁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条铺轨完成的正副高铁 正副高铁就是从郑州通往复阳的客运砖线 这条路的里程共有277千米 耗费了投资总共427亿多 而且在全长277公里的铁路线上还设置有很多的站点 预计时速将在建成之后达到350公里每小时 原本需要5小时的路程 现在大约只需要1小时就能完成 本来是预计要花费新年的时间完工 但是现在看来应该能够提前 不会超出原来的预期 这幅高铁在16年的秋季开始动工 现在铺轨完成也是一件值得非常高兴的事情 毕竟铺轨完成之后的进程也会慢慢的加快 全县共设有车站11座 湖南省境内的车站8座 安徽有3座 这11座车站在建成之后绝对能为周边的人民更好的服务 而且能够为其提供出行的便利 在进程之后 河南到安徽省的连接 也会变得更加的便利 更加的快捷 而且该高铁建设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原本周口等地约1000万人的迪迹市是没有通高铁的 现在这样的高铁的出现就相当于让这大约1000万人的迪迹市终于有了高铁 不过最大的赢家也许就是富养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